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次的This is my architecture 我是AWS的Solutions Architect Herman 我们今天邀请了煲胎Gabriel来讲一讲AWS的architecture Gabriel 你好 Hello Herman Gabriel 你可否先解释一下煲胎是做什么 我们煲胎中文名是煲胎人寿 我们就是保监局经过一连串严格的审批和授权之下 香港第一间的虚言保险公司 我们煲胎就透过创新科技和医疗专业 去为香港人提供全数码化的保险体验 务求我们的客户可以随时随地经由网上 取得他们的报价、核保和索权的服务 我们煲胎就利用科技去减低我们的成本 让市民可以用更低的价钱和更方便的随道可以得到保障 其中一个元素就是我们选了AWS 来主持我们的保险平台 好似你也提过 Boltai是香港第一间的虚言保险公司 保险一定会很重要的 AWS是如何帮助你达到你的保险的目标呢? 是 我们都用了很多AWS云端的架构和工具 去确保保险平台是有安全有稳定 同时我们也可以不断推出一些新的服务 去让我们的客户使用 其中AWS其实也有很多服务 是帮我们省了不少工夫和时间的 例如传统公司 可能他们需要请人24小时 去看他们的服务 或者看他们的系统 而我们Boltai 就自己做了一个 Alerting System 去确保如果有些Security event 发生了的时候 我们可以尽快甚至即时收到一些热讯 然后我们可以由我们的Engineer 做一些Remediation 或者Investigation 其实这个Alerting System 会是怎样做的? 是 我们Boltai不同的Workload 就用了几种AWS的Service 例如我们的Domain 就在Wall3w3那里管理的 它有些Domain QE-Logs 我们的Workload 都会做到一些AWS的API Call 每个Log都会经CowTrayL 计算了 最后我们的Call System 放在一个VPC里面 所有的Network Trafford 都会由VPC Flow Locks 计算了 其实你把Logs都做到 你之后会是怎样用的? 是 我们会用GarpDuty 它会损计 刚才我说的几种Logs 它会有一些不同的Rule 例如它会看下API Call的IP Address 和其他不同的Parameter 去看看那些Event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例如会不会有Agent Componized 又或者可能会不会有些奇怪的Domain 如果它真的找到有问题 它就会将这些AlertingEvent Send到CloudWatchEvent 然后我们再Configure CloudWatchEvent 将刚才那些Event Send到Lambda 在Lambda里也做到很多不同的Customization 例如刚才那些Event 每一个可以有一个IP Address 我们就可以用一些3rd party的Service 例如查一下IP Address 其实是由哪个国家传来的 我们可以加一些不同的Customization 和Decoration 我们做好Event 我们就会将Event 用一些3rd party的Chat 的Platform 例如是Slack 去Send给我们的Security Engineer 其中一个我们选择了一些 Chat Platform的原因 就是我们发觉 如果我们用传统Email的方法 我们很容易会失去 某些Security Event 整个Event 塞机信感都没有了 而且这些3rd party的Service 这些Chat的Service 它可以做到很多Message 去确实买识信 例如可以加一些按钮 或者加一些比较方便的Link 方便我们的Security Engineer 去查整个Essue 看来Guard 2可以帮助你 省了很多时间 而且很容易 加入了很多不同的Data Source 其实你可不可以 给一个实际一点的例子 或者如何帮助你的Business Operation 例如有一次我搭车回家的时候 我就在Slack 收到一个Guard duty的Warning 就说有一个 Unoft-Rise AWS Console Login 后来用我们的Tool查 原来有个同事在家里 Debug的时候太心急 就忘记用公司的VPN 可以帮助到Unnoft-Rise Console Login 从一个新的IP Address 明白 到你真的收到一些Event 下一个步骤是怎样做的? 我们刚才提过有不同的Logs 其中的CloudTrail 我们就会Stream去CloudWatch 接着再Send去Lambda 做一些Decoration和Filturing 最后就会Send去Elasticsearch的Cluster 例如刚才的例子 我们收到那个Warning 我会用IP Address 或者User Name 这些Parameter 进入Elasticsearch 中的Kibana 查看同事 每一段时间 做过其他API Call 或是IP Address 之前都试试了其他不同的API 更方便可以很快查 Security Event 發生了什么事 Bowtie也有一个Policy 就是说如果有同事 他们可以收到这些GuardDuty的Alerting 我们就会要求同事 在ChatOps Platform中 留下一个留言 解释他当时在做什么 以及为什么会收到Warning 最后他留完言之后 我们就会和整个团队解释 如何避免下次再收到 Security Warning 整件事我们就叫close case 多谢你Gabriel 和大家分享了 Bowtie是怎么做的 Security Automation on AWS 亦都多谢大家 今天收看的 This is my Architecture